這張支票 很多人都在說 這個支票到底有沒有抬頭 可是我們大家在場 有很多都有法庭實務 大家也都有相關經驗 你會知道 這張支票它只關心是 誰拿給誰 上面如果交付的人 他能不能把它嘎進去 能不能兌現 基本上只要不要說是 要開給彭老師的票 拿去給洪秀柱 這種莫名其妙的狀況 他有抬頭或沒抬頭 對解裁官來說是不重要的事情 這個重要 問題是重要 重點是有沒有這張票 那這張票流向是什麼 剛剛寇姐提到一個重點 如果說你今天這張票 有徵典 他到底是要交付抽原子湯 或是說他是要 單純的補助你競選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舊新聞論新聞來講 傳了這麼一大堆人 動作是什麼 媒體都拍得到的地方 特徵組不只一個辦公室 特徵組好幾個辦公室 他可以讓你鏡頭拍得到 也可以讓你鏡頭拍不到 對 為什麼他要這些證人都被拍得到 他希望大家知道 這是一個眾所矚目的案件 我有在辦 對啊 沒錯 這動作就很沒問題 所以做好的家庭作業 但是 但是我是要仔細辦 對 大張旗鼓辦 用力辦 是 還是我認為這個東西是 大家很重視 可是其實他很難查有實證 寇姐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頂興案的話 林宗志就是別查組 就是該燒 但是他最近有沒有被調到特徵組 林宗志的頂興案是超完美的一個結果 那現在因為辦得太妙了 那這個案子給他辦 因為就是檢察總長自己分案 這當然是因為 所以太吵合了吧 寇姐她也是上一個案子的 這個當事人之意 所以她會有她的主觀意願 跟她的觀察在這裡 這當然是一個很深刻的觀察 我們必須要去知道說 如果說今天為什麼你特徵組 要求國民黨說 那你要出去公文給我看 你怎麼行文的 誰上簽的 或是誰指示上簽的 我要看你的公文 我要看正本 你剛剛講的這段是報導 還是你了解的內情 對不起 我們現在講的一個東西就是說 你今天跟洪秀柱談競選經費 是誰 是幾個人去談 是行管會主委去談嗎 從來沒有 沒有過 從來沒有 從來沒過 是李四川秘書長 是主主席 對不對 了不起就是 在比較事務性的時候 會有李四川秘書長 跟葉匡時顧問 對不對 他們去磋商比較事務性的事情 那你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到後來說 我們這個公文是下面簽上來的 不是嘛 這明明就是上面交下來的嘛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講的是下面簽上來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是正常工作費用 可能是下面簽上去的 特殊用途是上面交辦 如果你是地方的候選人 但是上面交辦 不是吧 我的意思是他是交下來辦的嘛 上面交辦 對不對 他是交下來辦的嘛 那你後合辦的時間 為什麼那麼久 OK 好 你說要贊助競選經費 對不起那不是九月才講 也不是八月才講 那是一開始就說 黨內人士說選舉過程中 紅辦化整為零的 要黨中央支付很多進匪 機費 後來就想說 那不要啦 就一次給好 那他說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是雙方談好 欲借給紅辦 競選經費的一部分 爭議爆發之後 沒想到洪九柱切割 本身這講得有點太扯 基本上我不知道說 這麼重要的事情 以前當國民黨在我們跑國民黨新聞 我相信寇姐也知道 當有重大爭議出來的時候 像新票案這種事情 他出來資料是全部要列出來的 人事實地物要列出來 以免以後有爭議 大家先擺先譜先擺出來 以後有爭點是從裡面找 而不是今天大家你說一句 我做一句 變出來都像捏年土捏面人 需要什麼再去捏什麼的 這種時候來補充一下 我還沒講完你等一下再補充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今天如果說大家認為這個有狀況 檢察官看到社會上 大家有這麼多意見 對 你今天傳A 傳B 傳C 傳到Z好了 你為什麼不自己去找實際的證據 所以你覺得是有蹊蹺 我去瞭解過 這樣最自清嘛 包括資票 所有的公文 簽成 現在都在哪裡 都在特徵組 全部都扣上去 你怎麼知道那是全部 資票的第一天 也是在特徵組 其實特徵組 他怎麼知道是全部的 賢哥 你是記者 你也不會去 我也不會開公文櫃 從來也沒有開公文櫃 給我們去看過 特徵組有沒有錄音帶 特徵組先來查 那所有的公文 所有的公文簽成 包括那一紙三千萬的支票 是影印本 錄音帶有沒有在特徵組 有沒有錄音帶 我不曉得 對不起 他簽了 其實九月十一八簽 我剛剛有說 我還沒講完 為什麼他九月三十來簽 因為必須要有公文流程 你交辦下去了 財務室簽上來 整個流程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九月三十二 我還特地為了採訪 去採訪財務室的當事人 簽的那一支支票的人 那個也被約談了 在約談的時候 檢察官問說 為什麼簽這個支票 你簽的時候你會不會緊張 他就一五一十的做 特徵組在約談的時候 全部通常有錄音 證據也都在哪裡 證據到哪裡都辦到哪裡 有沒有那個抬頭 至少我採訪的過程 所有人都講說 有 就二零 就民國一百零五年 總統候選 總統參選人 洪秀柱競選辦公室 抬頭就是在嘛 所以你要看有沒有抬頭 特徵組的資料都可以呈現 那些資料是國民黨給特徵組的 不是特徵組去查來的 這就是關鍵啦 那張支票看過的人 絕對相當有限 剛剛明顯講的 開支票的那位承辦人員 對 然後直接交到秘書長手上 對 OK 主席有批過字 對 然後交給葉匡 劇本都是國民黨自己寫 葉匡時 在拿給洪秀柱看 基本上大概就這五個人 看過那樣支票 OK 家綺 你這個扣解的意思是說 今天特徵組所有資料 都是在媒體上討論過一陣子之後 有可能是國民黨內部串政串完之後 配套出來一起交給特徵組 所以現在唯獨就只有洪秀柱一個人的公辭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啊 今天他 港內人士的那些報導 我覺得有很多是很 可能 可能他有其他用心在 因為他說 紅辦曾經跟他們大筆要過錢 這完全是反過來 好來 紀委員你先評論一下 從八月那時候是國民黨 要一筆錢給洪秀柱 洪秀柱說我憑什麼去收你這個錢 OK 不是 你光是中央 國民黨中央裡面講法就前後不一嘛 自相矛盾嘛 一下是說借資 一下說就補助他選舉的 所以感覺上現在傳出來就是說那個抬頭是後面才加上去的嘛 那重點是洪秀柱他如果講的是沒有抬頭 那後來有抬頭的話 那有可能是涉及到辯造啊 對 就是說你本來 那個是中央證據 辯造沒事啊 你看宇昌案那個劉宇如也沒事啊 所以其實坦白講 特徵組你說查得很詳細 可是你查得很詳細就針對他們講的話很詳細在查嘛 講到關如果說真的很積極很用心 是你沒有講我要去了解嘛 沒錯 這麼重大案子理論上就應該說 辦得很消極啦 對啦 就是消極啦 他沒有違法就太消極了啦 剛才這個明顯透露的消 透露的這些資訊就更可貴嘛 就是說這個特徵組手上有所有的文件 那都是國民黨當局自己拎過去的 奇怪啦 那你特徵組 你跟我要A我就給你A 你以為那個A就是真的A嗎 要B就B嗎 那我要你的特徵組幹什麼 總是要收一下嘛 就是好像是要完美結案的感覺嘛 那你說這個 然後請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拿來 對 我也不懷疑他的真假性 然後呢 就到時候說要怎麼樣不知道 這個案子就更匪夷所思了 各位 宇昌案跟這個MG149都是有搜索的耶 沒錯 MG149還跑到那個臺大醫院那個地下廁所 停事間旁邊去這個 來這個 嚇到鬼 對啊 這是真的 當時大家不是嚇一跳嗎 還把人家電腦給搬走 對 那你不需要到行管會去搬電腦嗎 你國民黨你了解一張這個支票的選舉經費的來龍去莫 過去的歷史嗎 對 你要我把這個查案子 我還得去了解他們整個的過去總統選舉的經費的補助的模式 我才能查出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林中市檢察官這麼簡單的事 你相信國民黨拎來的這些資料嗎 這個更匪夷所思了 所以從剛剛民嫌的這一段補充呢 更加證實我上個禮拜就在說的一件事情 這個大規模看起來好像很這個認真的樣子 事實上是快速的要結案嘛 結了案朱主席才有辦法趕快這個快馬加鞭拎著包包去美國訪美 把這個出口轉外轉內銷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然要先把很多的東西要斷點斷好了嘛 現在斷到只剩下朱主姐一個人對不對 他一個人口供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致 這也蠻奇怪的啦 可以一致到這種程度是不容易的 第二個當然有可能他就是真話 所以他才會說都是一致 但是也有可能這是超完美的一個 所謂的串政結果 我先問一下嘉慶一個問題 因為葉匡時曾經在那一天10月6號 拿著支票給朱主姐 朱主姐把他拒絕之後 他說他去退還那個支票 回來有在紅瓣開了一個工作會議 請問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並沒有 好 他說呢 他在當中強調我們這個選舉就是清清白白 絕無懸念 他有開過這個會講過這個話嗎 嗯 我沒有聽到 好 我應該能夠參與的會議應該算挺多的啦 那嘉慶我只有一個建議 這些狀況 你們可以主動把10月6號當天 所有你們紅瓣開會的所有參與會議的人事資料 主動提供給特徵主 我相信很多包括我們辦公室陸續被傳的一些 作家幕僚 對 我相信都有對外界 就是檢察官也關心的一些爭點 我相信都有做一些交代啦 當然 嘉慶我請問一件事情 這件換柱之後已經底定之後 紅瓣的這些幕僚這些所有的人 他們的心態是 如果真的問到我 如果我說了會傷害到朱立倫 我還是據實以對 還是說事情過了就算了 大家不要為難 心態是什麼 支票就像我們剛剛算過的嘛 看過的就那幾個人 黨部加紅就那幾個人看過 所以說你說其他大家怎麼知道的 看報紙知道的 國民黨傳出的 黨內人是怎麼說的 OK 那我們我們要去了解一個狀況 今天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說讓國民黨跟紅瓣柱 都不用陷入危機的 最最大的一個動作是因為 紅瓣柱沒有收那樣支票 可是 紅瓣柱可以全身而退 因為他沒有 而且他沒有主動宣布退選 這不是全身而退 不全身而退 這就是說 紅瓣柱這個人是基本上被 就朱立倫跟李四川 他們始終低估也估錯了 紅瓣柱是怎麼樣的人 OK 我必須這樣說 可是加信重點是說朱立倫 有沒有提出他的主動 好 如果朱鴻之亂這邊談的 如果不是紅瓣柱在亂 那就是朱立倫在亂嘛 那麼現在都已經放話成這樣的黨中央 非常不滿 你給我做切割喔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那麼幾個人 其實他都是黨中央 只有一個紅瓣柱 他會被逼得到 後來說 哎呀我忘記了 到底有沒有抬頭 這標題下的是有點詭異 事情就戳掉了 紅豆已經被朱換掉了 哪有什麼朱鴻之亂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主要是說 這三千萬的支票冒出來的時間點 太詭異 就告訴你 叫你紅瓣柱不要來換 數字也不對勁 我說為什麼數字不對勁 在換之前 我們就曾經也在政論節目上 有討論過 黨中央要補助 同意補助的錢 是之後每票三十塊去算出來 三十塊算出來 算了一億多一點點的錢 那你去除以三十就知道 他給你勾的票 其實也就三百多萬票 四百萬票 抓得也很苛 這勾是誰勾 連勾都不是我們勾 連勾都不是那時候的紅瓣 但是黨中央跟他們長期配合的 其他外面的人士一起 勾出來的票 然後說那我們大概補助這個 才不會貼 那這樣子 那這是不是穿小鞋 是不是我們又不是同樣席 是在扛著國民黨的招牌 在打選戰 你今天是在搞什麼東西 讓大家覺得 奇怪打這張選戰要打成這樣子 因為你對照說從十月十八號全面啟動 那時候開始 他們在海外 從美西跑到美東海外部主任 是怎麼樣去說洪秀柱 多麼違背主流民意 他終極統一多麼怎樣 他知不知道去參加那些僑胞 人家是要醞釀 等你朱立倫來要抗議你的 好 佳慶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剛才問的問題是說 這些現在被約談的紅瓣的 這些相關的人 他們被約談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會吐食嗎 我的意思是說還是說就算了 這件事情過了 不要傷害別人了 不是 今天你也無從傷害 第一紅袖柱沒有收支票 對 但是朱立倫會被收到傷害 因為搓原子湯並不是合意 不是 只要單方有意思 預備犯也罰 不是 而且曾經說過用資源 或是用這個位置來跟他談判的 這個紅袖柱 後來又改口說鬼了 對對對 所以這也會讓人擔心說 這中間的真相 到底有沒有呈現的可能性 第一 他沒有被戳嘛 不管說他沒有被戳 並不證明沒有人戳他 你那幾次會面就是在 對目的是什麼 那時候為什麼紅袖柱 要堅持挺到林全會 我們絕對不放棄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如果真的退的話 在法律上他就跳到黃河洗不清 他還是沒事你知道嗎 他還是沒事你知道嗎 就是需要花更多的事情去洗清 社會以現在的氛圍來講 社會上一定很多帶有色的眼睛 來看待你主動退 所以嘉靖我們這樣做一個結論 我們現在是我們在講法律 因為剛剛老師問的是法律問題 對 紅袖柱有什麼法律問題 他沒有收錢 他沒有接受交換條件 現在是譚朱立倫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紅伴的人 他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即使因為這樣 朱立倫必須深陷淋雨 三年以下十年以下有基督軍 還是講實話 沒有人害得了朱立倫 那張票只有紅袖柱看過 連喬正宗主任在場 他都沒有看到那張票 所以紅袖柱 那張公司也看過 葉匡時是誰交給他的 所以紅袖就因為有料理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不聊一聊 葉匡時 葉匡時有一個狀況 我們要去討論的是 你身為一個部長 幹過部長的人 你難道不知道票不能亂收嗎 你難道不知道這個東西 你該不該去轉嗎 你這個東西去轉給你的前老闆 對 你是要怎麼樣的效果 而且家庭 如果是工作費用 就按照正常撥的方式就好了 他說紅袖柱就要去借 可是沒有這回事 沒有正常撥款就是支票 今天大家可以懷疑說 這個是在戳 那就交給特徵處理偵辦 那我第二個請大家來想一想 國務黨為什麼這麼傻嗎 如果真的要戳 哥永支票 拜託 所有大家在場都選舉過 如果要戳就是現金 這是國民黨現在唯一 站得住的利潤 但是我們出來 前提是說 如果今天紅袖柱是已經談好了 通通都談好了 這筆錢就可以用各種方式 到他的帳戶 大家指定海外各種方式 非現金各種方式 但是對 現在因為沒有完全講好 所以我就拿這個東西先告訴你說 來 別這樣啦 先處理掉了 所以才找了葉匡石 不是找阿媽阿狗 對不對 如果你好像特徵組如果都有監聽了 然後所有資料都扣掉 就不是這樣特徵組有沒有要認真查去監聽 那是有一點信心 我先來講 我先來講簡單的說 因為我們剛剛看那個L.A.L.O.E 或看很多的這個 就是想說你要講的話是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可是問題是什麼 特徵組現在手邊或將來的不起訴處分書 或是起訴書裡面寫想的事實 到底是有限的事實 還是特定的事實 還是經過安排過的事實 我覺得特徵組要跟全國民眾做一個交代 我已經開始推選了 現在有評分開始推選 現在我還沒有獲得題目 好 這個 這個 現在 我沒辦法知道 文學的簡直 幫忙 是